如果用不好你要告诉我 我就不定了 不过我觉得还可以 结构比例也特别合适 好吧 你看这里 是不是很好看 对吧 这么画的话 就应该是特别漂亮 良心 良心 好久不见 我可想你了 我过来把画送回来 这是怎么了 你不喜欢这画吗 没有没有 我是觉得这幅画太贵重了 还是送回来比较合适 良心 我们真是有缘 你也来这边看画啊 我过来随便看看 你们俩已经见过了 对啊 上次我和剧民吃饭的时候 刚好他和振宇也来了 我还说呢 振宇眼光真不错 选了个这么优秀的女朋友 振宇 女朋友 那既然大家都认识了 别站着了 去我办公室坐会儿呗 好 来 一起啊 良心 请 这怎么了 喝咖啡 哥 今天难得大家聚在一起 好好聊聊 我去拿我们画廊的特色茶点 给大家尝尝 你们先聊 良心啊 你和振宇在一起有多久了 振宇还很神秘的 都没有告诉过我们 一天而已 振宇这个人很不错的 人又靠谱又知道体贴人 你好幸运啊 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会骗人 不像有些男人 那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短 男人啊哪有不骗人的啊 只不过有的时候呢 他们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 做女人呢 一定要学会睁眼闭眼 不过我觉得呢 只要你自己足够优秀 他们就不会离开你 你说对吧 如果一个会骗人的男人 我也不需要努力 跟他在一起 如果两人默契足够 再大的问题也能因而尔解 就像我跟俊明 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样 我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了 我这可是在夸你好不好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要走啊 良心 你怎么走了呀 我有点事情 您慢慢聊 真的 那好吧 那我们随时联系啊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朋友要是骗子 我怎么区别那么大呢 总之呢 骗子就是骗子 不可原谅 你说 我们最近怎么都这么倒霉呢 是不是因为水腻啊 来 来喝一个 最近正好有一场秀要去悉尼 你 主办方还挺大方的 不如我们趁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 怎么样 全包吗 当然 全部都是高级待遇 哇 可以可以有 良心怎么样 去不去 去 当然去了 我一想到他就在隔壁 我就心烦了 哼 那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来 干杯 可以 好 好 我都能有 我们是几个小鸟 我们来到澳洲 我已经按照 这个拎着姐的指示 为你们制定了最完美 最顶级的VIP行程 往你们在澳洲度过一个完美的假期 琳达 你真厉害 我们这么临时过来 你连行程都安排好了 这样子我们可以好好享受呢 那有什么呀 我们这一次是来放松享受之旅 你们要是有什么要求啊 尽管跟小罗提 小罗都会满足我们的 是吧 小罗 对对对 保证满足 小罗都会满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